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了一下项目 对它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包括yoba和滴滴打车 分析了一下它的原理 向大家推荐了一些相关的SDK 像百度地图 还有高德地图 移动支付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些SDK的一个官网 今天我们开始就开始分析一下我们的需求 就是我们这个APP要实现哪些功能 首先看一下我们会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启动的一个效果 第二部分是一个注册的流程 第三部分是一个用户中心的一个页面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首页 首页这个界面包含了我们移动打车的核心的内容 这些内容我们在我们的开发阶段 像我们这里已经列出来了 每个阶段 每个页面要做哪些功能 哪些实现哪些技术 我们这里都列出来了 在具体的开发阶段 我们会再详细的介绍 有了这些需求分析 我们大概的这四部分 我们还是看一下 有图有真相 用图来说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先简单的看一下它的一个APP Uber的一个APP 它是怎么做的 我这是用iPad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看一下 Uber 我们把它登录 这是它的一个把它放大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首页 启动完之后 它这是一个引导的放在播放一个视频 这里边我们可以先把它杀掉进场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看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动画 播放的一个动画 播放动画完了之后 后边的视频再播放 这里边有登录 有注册 注册的流程 你点一下注册 这里边就是一步一步的填写相关的信息 我这里边截了一些屏 大家一会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再往下走了 它基本的过程就是填一些邮箱手机号 下一部分就是绑定一个支付的一个账户 这是注册 然后登录 这是一个登录的页面 登录 我的一个账号 这里边就不输入了 这是一个登录的界面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注册一个优惑的账号 来看看它里边的具体的实现 这里边来是看一下截图 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原型主 我们这里要实现的哪些功能 这是一个启动页 启动页的一个效果 这是登录的界面 账号密码 或者用百度登录 我们这是登录 这是注册 注册的时候 然后它就要获取你的一个位置信息 就是你所在的一个位置 你需要对它一个授权 向用户 请求用户的一个授权的一个提示框 这里边有 邮箱手机号密码 这是注册的第一个页面 点击了下一步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设计 设置头像 还有一个姓名 这个界面 相当于建立基本资料 再下一步 下一步 再下一步 就是添加付款方式 这里边有百度钱包 银联支付宝 国际信用卡 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 给它看一下 这里边每一种付款方式 大家都可以去点击试一试 我做了一个界面 我点击 我绑定了一个支付宝账号 这里就不方便 给大家显示账号了 这是绑定完之后 这是绑定支付宝账号的时候 他要验证你的账号 这里边他会给你的 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上 发一个验证码 这里填上之后 就验证 验证完之后 成功了之后 就进入 这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首页的一个界面 这里边的地图 就是用的百度的地图 周边的这些汽车 就是在你的位置 周边显示的一些 这个范围内显示的一些 当前的一个 车的一个位置 车的一个位置 看就有这么多车 还有一个 这里边有一个时间 就是最近的车辆 到达你所用的 所需要用的一个时间 点击用车 就是会弹出一个用车的页面 这里我就不结了 这里边车的一个车型 它分为了一个大众的 还有一个 优选轿轿车 商务车 还有高级轿车 这几种 每一种一切换 这边 在地图上 就会显示相应的一个车型 一个类型的一个车 比如点击一个高级轿车 这我的周围附近 就会显示高级轿车 所在的一个位置 还有到达我所用的一个时间 好 这是移动途径 我可以这么移动 然后它就 位置就会 就会改变 就会 比如我移动到这 就会显示 这个范围内 一个车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位置 这里边是搜索 搜索一个地址 比如我搜索一个 我要上车的一个地点 这里边 这是一个首页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 再去 去实验 去看一下 这是我 右滑的时候 这里边显示的 其实是我一个 个人的一个用户中心 包括我头像名称 可以修改付款方式 历史乘车的一个记录 还有帮助界面 还有一个 或者这些优惠券 通知 这里边的一个设置 点击设置界面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设置界面 可以修改我的姓名 头像 还有我的一个信息 常用地址 这里边是一个编辑头像的一个界面 好 我们要实现的这些界面 大部分就是这些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还会不断的完善 我们分析了这些 以别人的APP优博为基础 分析了我们要实现的这些界面 以它为原型 我们就需要去编码实现了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 要做的一个设计跟开发的编码过程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的分析 这是我的一个界面 需求分析完了之后 还希望给大家介绍一款 跟在我们国内 跟优博类似的一款出租 滴滴出行 一种打车的一个APP 这是滴滴出行 这里边其实做的也不错 国内比较流行 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经常去试用一下 还是比较便宜的 你看我们这里边 我现在显示的是快车 周边的这些车 其实它在不停的跟服务器进行交互 来获取当前车的一个位置 获取了车的位置 然后就在刷新 刷新这个车的一个坐标 他们都在动 就是显示了一个 看我在这个位置 比我最近的车到我这 大概需要两分钟 这是滴滴 然后我点一个出租车 切换一下附近有多少辆 速度车 转车 这是一个专车 刚才没有代驾 还有一代驾 最近的一个司机 这是也做的非常的不错 滴滴 它用的是高德的地图 而优博是用的百度的一个地图 sdk 其实都差不多 顺风车 点一下顺风车 开启顺风车之旅 然后这里边就可以乘坐顺风车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个人用户中心 其实跟 优博呢 其实差不多 如果我们把优博给打车APP做好了 把学会了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也很方便的会做一个 滴滴打车 滴滴出行的这个APP 其实现在这种打车的APP也非常火 而且这种技术 包括地图定位 包括这种移动支付 也都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除了要学习怎么做界面 还要掌握这里边的一种方法 就是如何来融合地图 如何加入我们的移动支付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好的 我们的需求呢 其实就是这么分析了一下 我们要做的功能其实就这么多 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来讲给我们的一个系统设计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